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怀轩 好 上礼拜五全国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在看都在等 魏英聪到底会不会收押 好 最后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收押警戒 那在那过程当中 包括从前一天开始 大家都在看 就连那天下午的一个记者会 还记得吗 就是要推出油品市场 要30亿 很多类似这些 大家都在讲说 哦 这些事情 难道都是过程当中的一场算计吗 目的只是不想被压吗 但是压了魏英聪以后 整个所谓的灭顶行动 就已经结束 嘎然而止吗 还是其实这两天 包括媒体上面 大家开始在讨论就是 呃 所谓的油品 越南进来的黑心油品 到底还有多少 然后大家也在看说 呃 媒体这两天报道说 他们本身自己也有检验室 检验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或是在越南那家到大幸福 让你我一点都不幸福的 那家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是顶星所受益的呢 好 大家就要问的是 就是魏英聪他到底之前是不是都知情呢 就要来看的是 今天报纸上面出现说 这顶星他们自家就验着黑心油 那就发现了目的呢 是要在沙甲 不看这个酸甲只要高一趴呢 就要砍价一趴 那么先是联手这大幸福造假 再以这个化验不合格 砍价根本是两手都赚 那么现在还有另外一份报纸呢 就直接告诉你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魏英聪呢 明知的油有问题 人家是盖章采购 那越南大幸福呢 疑似于跟这个顶星啊 受益开设的 那我们要来看的是 厂商是不是真的都不会担心 有问题呢 为什么呢 就先来看看 这是最新的发展 晚报上面就出现像日月光啊 就污染后进息 四个环形 一个无罪 那么连环团都忍不住要说 轻判 无法去吓阻不良厂商 好 那当然你说 日月光跟顶星之间的状况不一样 可能每个案子有不同的一些的案情 但不管怎么说 大家会看到 尤其是看到现在顶星 魏英聪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大家就在讲说 那未来 今天就算是压了 让很多民众觉得大快人心 那未来到底怎么样 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 会是这样一个奇迹吗 甚至今天你如果看新闻的话说 他们家飞机 连停一个小时换算起来 跟你我到百货公司去 可能停的那个停车费 可能还要便宜 大家就会在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所有的人都在问说 那民众也许徒乎富富富 无奈吧 那只能用全民的力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抵制 那政府总可以做吧 上个礼拜一 记得吗 开了第一次 为了食安开了一个国安会议 今天再开第二度国安会议 你要知道 国安会议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慎重 是 是很重大的一些事情 没错 两个礼拜连开两次 那问题是 第一次开了食安会议以后 礼拜三就爆出了 让全台惊吓了 四天的算是小乌龙吧 就是突然碰了一个南桥出来 然后隔了四天以后就跟你说 OK 一切OK全部都可以上架 那今天再开一次国安会议 事情真的解决吗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从越南那个地方进来 这么多的黑心油 现在政府还不晓得到底在哪 好 大家来看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哪 现在看到整个油风暴的食安办公室 动了 那么隔一之后看到马总罗 在今天晚上再度召开国安会议 但现在民众最担心的是 这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所看到是有这个4800万公斤的越南鹅油 尤其是在台湾人的肚子里面了 那么还要来看的是 这样的状况 在晚报上面直接告诉你 所看到的是要追着越南 4.3万吨飼料油 那食药鼠就说 这食用油商呢 只有鼎心正义涌成 向大幸福购油 但是这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 3万吨的这个油呢 要流向到哪里去 农委会都不拢 好像事情是昨天才发生的 可是不是 它已经发生很久了 到现在还是都不拢这些 那所有的台湾民众会问说 那到底谁能帮帮我呢 好 来 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 台北爱宾 好 现在介绍立法委员陈学胜 大家好 那是柯文哲今年总干事姚立明 大家好 那是台北市议员 也是连胜文政营顾问李鑫 主持人 大家好 这是立法委员吴炳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对 台大哲学系教授林火旺 大家好 这是媒体人黄光琴 大家晚安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 先往下面 小青好 黑心友风暴延少十多天 前顶心动作魏英聪 遭到手摇觐见 民众直呼大快人心 但移送过程 魏英聪没有上靠 异于常人的礼遇 遭批特权 撇清队友的来源不知情 魏英聪将要提出抗告 但身为集团老板 真的会不知情吗 台湾驻越南代表处 已经证实 过去三年半 大幸福油脂公司 一共卖了4.3万公吨的 劣质油到台湾来 又以正义 鼎兴 两家最多 关键人物就是越南厂的杨正义 监犯怀疑杨正义跟鼎兴 恐非仅仅只是客户关系 案发之后还涉嫌串正 检方甚至发现 鼎兴自设实验室 并非是要帮消费者把关 而是用来向厂商杀架 大赚黑心钱 到底有多少饲料油 已经进到消费者的肚子里 卫福部表示要到10月底 才能够清查完毕 眼见风暴扩大 马总统傍晚2度 召开国安会议 石安办公室也预计 周三挂牌 但如此就能平息 时安风暴吗 民众还要忍多久 年底这一票投得下去吗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 那大家都在关心 时安问题 今天节目现场 好久不见姚老师 姚老师 开始要不要先来一段 S型 今天看报纸 您现在神经气爽 可以来一段 还可以 至少我上礼拜的那个气管 发言的部分 得到控制 至少 还会唱歌呢 我应该可以讲 不过虽然刚进来了 大家发现还是有点可 不过就恢复上节目吧 好 那其实大家都在想说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包括联合两大阵营 对时安的问题 也都是非常在乎 然后因为关系到全台湾 所有老百姓的一些 其实不只是肚里 到底这件事情 未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收场 郭云聪被收押了 上礼拜五 大家在等再看 被收押的过程 甚至在那个过程当中 很多从前面的一个 包括记者会啦 这些过程是不是都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他希望能够免于收押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算计 尤其到后面 大家还看到那上不上手铐 有人就在调侃说 怎么连这件事情都要演呢 来 环璇 好 这样来看的是 这个魏英聪被收押了 他其实当中有两大关键事证 包括了两大 先来看第一个就是 会议的这个记录副本出现了 来看是张姐 她去到这个顶星的总公司 去集查的时候 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就开始闲聊 就说溜了嘴 她意外就发现说 这顶星进口 大幸福油品的是 卫权台北总公司旗下的部门 所以就看到检方就由这个顶星 转到这个台北 卫权的台北总公司去搜索 就搜到什么 搜到一个会议记录 里面写什么呢 就是魏英聪 他指派了总经理 陈茂加等人 到越南去查查 还有这会议资料当中就看到说 顶星内部检验部门报告指出 大幸福油品不适合人体食用 判定油品不合格 但魏英聪 仍然是盖章继续采购 好除了这个市政之外 另外一个市政是 赖露馅了 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是谁发出来的 是顶星制油总公司的科长 发出来 还这么写的是说 与时间赛跑 赶快处理 后来这名科长呢 跟许多名干部承认说 10月9号这一天呢 卫福部宣布顶星 从越南进口资料油之后 总公司就指示 开始销毁文件 好我们看到 魏英聪北收药 大家对这个上不上号 这个很在意 现在看的是 大家先看到有关上号 这个部分是2008年的 11月11号 当时这阿宾亚 他是涉滩的 当时就遭到生压 当时手势举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 手势上号的情形 而这时候我们看到 2014年的10月17号 当天的早上的时候 魏英聪还是这个 遭到生压 移送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画面 一开始的时候 他手是放在 他这个衣服的里面 后来呢 就突然要拉这个拉链 大家赫然发现说 原来是假装上号 被人抓包 而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看到魏英聪 是生压或准移送的时候 也是没有上号 好 那其实所有的人都问说 假设所有的人 所有嫌疑犯 移送的过程都不上号 那就大家都不要上号嘛 这个是很公平的一个社会 结果看到 OK 这个是已经生压或准了 生压或准了 就是要直接送看守所了 这个时候还可以不上号 这一幕是所有人看了以后 大家觉得最好笑的一幕 而且当他手拿出来拉拉链的时候 吓到的恐怕是旁边的伐紧 是 你怎么把手掀出来呢 OK 那当然后来呢 中华地姐有解释说 他是自动报道的 所以他可以不用 其实如果真的不用 前天就不用这么一大段 就装那个动作 就手还摆里面干嘛 今天又不是 那天又不是十度 冷到手要摆在里头 然后突然发现这个 大家就在讲说 这个还要演吗 有必要 你说有 做了黑心 这个有必要演成这样吗 好 那当然 最经典的一幕 是在阿扁移送的过程当中的 这一幕 可是 如果你看到刚前面那一段的话 大家就一直在看说 当天能够压得成 中间很多的动作 是不是这里头 都是大家在斗志 好 包括 这里面所讲的 韦颖冲是不是有指示 然后有派人去 然后不合格 他还是说继续采购 这一段 这个line 这个科长跟公司的干部承认 卫福部宣布 顶新越南进口饲料油后 总公司指示 大家要问的是 总公司到底是谁 因为公司不会讲话 一定是有人告诉大家要去做什么 讲什么 类似像这件事情 那光晴 所有这些动作 大家都在看说 有必要演成这个样子吗 大家看得历历在目 还需要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国民党政权 他一路包庇顶新 那之前先办大统 当防守防火墙 后面先办强冠 其实从林国正委员 他提供的资料 强冠跟顶新 还有正义 他们事实上 这三年来进口的 所谓的有问题的油 其实顿数来讲的话 应该是顶新正义 加起来两千多公顿 是比强冠还要多的 可是呢 炸东秋却只炸强冠 然后要不是那个A先生 他提供这个资讯 否则的话查不到 这个10月10号就爆开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一路护航到现在为止 所以呢 你说后来露宪 我真的是怀疑说 有两个部分是套招的 露宪 他竟然没上靠 虽然这个法律改了 从阿平以后说 不是因而是德 可是历来 一般老百姓没有德 他只有因 那只有一个灵异式 听说是有上靠 那偏偏这一咖 他的中途还整个抓痒 还拉拉链 所以露宪 你不要拉拉链 大家都没事吧 对 那第二个是 我历来没有听说过 哎 检方都已经开始大搜索了 而且五处 嗯 搜索 就到你家去了 好不然我一两道门打开了 哎 搜一搜 你贪卵了 然后呢 还跟他讲说 哎呀 检察官 那我要去开个记者会 我说你该出去 洗个三温暖回来就算了 历来有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迟迟不约谈 还有弯流计划 你怎么知道那两架飞机 载走了什么东西 那后来还好 林汉强果然又汉又强 就说他有内部签诚 他有仗册 他有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料 内部的仗册等等 所以后来他 有生压的这个所谓的必要 可是事实上 他越南的那个 所谓的杨正义 他就攻务了 大幸福就上 你们把我找回来是串供 那现在又发现说 其实灭阵 因为那个卫权总共事就在灭阵 那还有逃亡之余呢 弯流 我怎么知道上面哪一天 不是会坐着你 所以他压是必然的 对不起 你刚刚为什么一开始就直指 这跟国民党政权 强果然就会觉得说 那这跟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关系 因为国民党执政啊 国民党执政啊 执政 所以叫包庇 不是啊 但是查核的有点都是在地方政府是民进党执政的啊 你们还是停留在上次强贯事件 又要讲到屏东这个 因为吴富也是这样讲 还有余林也是 那你们就不要召开死安办公室 你们就不要 你们不用拉到死安办公室 不是因为这是国 全民都要面对的问题 是中央地方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 跟国民党跟谁都没有关系 我把他讲完了 南东进口的油饼也是由地方政府管 好我快讲完了 现在压其实我认为只是个过水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复卫乡今年的6月6号 他们的这个彰化地院已经判决了 你知道吗 多轻啊 一年两个月 而且缓刑两年 他们两兄弟各缴2500万是5000万 然后呢还有500万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罚款 然后为什么这样判 说是他们是法人 他们不是犯罪这个所谓的这个当事人 所以就让他们缓刑 偏偏这一次卫义从起的律师 我刚好认识 罗峰义大律师 他过去就是副卫乡的律师 卫义从真的熟门熟路啊 连自己关在里面 也找到同一个律师 你知道 罗律师他非常懂得诉讼技巧 你看那时候副卫乡一字排台 哇那个鞠躬告歉 就差点没有弄到地上去了 又一个我们常讲前去后宫 对不对 所以他倒过来 他全面那个腰弯的很下去 就后来果然 那现在在打这个所谓行政救济 因为这个地方政府罚他们怎么罚 4亿6千万 他不愿意赔 所以在我们台湾搞成这样 还可以缓刑不用坐牢 所以卫义从那个记者会非开不可 因为他急着要跟大家讲 急着要影响司法说 我准备30亿啊 跟过去我2亿要买通司法 买通你们政府 那2亿不一样 我30亿 30亿是2亿的几倍 15倍啊 OK 好 光潔刚刚讲这一段 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 还记得吗 那个记者会开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 那天是礼拜四 他们开了记者会以后 我们就直接在节目上就讲说 没有办法接受 30亿 30亿要干什么 好 偏偏的今天晚报又出来 当初日月光发生事情的时候 当然我讲说 因为日月光的事 跟点心的事情状况不一样 两家公司的情形也不一样 但是有一样是 日月光拿了30亿出来 每年说要1亿 然后包括你说要防污染啊 什么类似这些 偏偏不巧 顶心呢 魏英聪开记者会 就刚刚光潔讲 被搜索 搜索到最后的时候 还跟警察官说 请坐 我等一下开个记者会 而且再开记者会 记者会提出来那几个条件 包括31 包括退出油品市场啊 组成什么食安基金啊 类似这些 在晚上的深压停的时候 如果你看媒体报道的话 晚上深压停的时候 包括他们的辩护律师什么 也会提出人说 他很有诚意啊 他也愿意拿出31 也就是说 那个记者会 你会不会就觉得说 从头到尾 难道这就是 你要做良心的反应 还是只是希望不压 所以这个地方 就很明显了嘛 魏英聪那个记者会 就是为了他准备 要去应讯做了准备 那也就是说之前啊 代理的这个董事长 代理两天就被收押了 那没有到他嘛 中间隔了这几天 这几天在干嘛 这几天就是在跟律师商量 职务而应对这个诉讼上面 这个面对羁押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记者会就是 他要希望脱身的一个托词嘛 所以他有捐了30亿啊 设这个退出油饼市场啊 弄了这个 职业凉啊什么什么东西来 然后那种一个什么 食安的这个委员会 那这就是大家一直在问的 就刚刚光景讲的 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你今天如果不是高官聚鼓 你今天如果不是鼎心 如果不是卫权 是一般的人 有办法这样吗 董事长代理两天的先收押 至于长期再当董事长 慢几天再去 还慢好几天哦 对然后飞机也可以这样子飞 然后你看他们所做的 现在事后爆出来 就是真正在淹灭证据在串供啊 这就是最应该要积压的 刑事诉讼法应该要积压的要件 就是这个啊 就是因为诉讼法上面的积压 是为了防止诉讼这样的不公正 所以淹灭证据串阵啊 然后这个 这个所谓有逃亡之余 都是必须要积压的理由嘛 那为什么办 卫家的时候就跟人家不一样 从各个地方到蛛丝马 即到连上不上靠都不一样 这个是我认为 您自己担任过法官 对 所以尤其看到 那个上不上靠那一出戏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 那出戏就真的有点 就是说你要不就告诉大家说 因为法令的修正 OK 那他的状况觉得可以不要 可是显然大家都不觉得 所以还要拿一个衣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用拿一个衣服 你就大辣辣的嘛 对啊 不用把衣服把自己遮起来嘛 可见检方本来是希望 他用这样的形式 让人家误会说 他有上靠嘛 那连这么小的地方都在处理 用处理两个字 先不要用评价 但是又处理 但这种处理都是会让检方 对全民失去信任感 你看看他的所有的 一切过程都不同 有在搜索到最后 还让被告 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出去开个记者会 然后这个媒体的报导 还说这个检察官 这个主任检察官 还向长官请示 然后会商之后 再跟他讲说 你记者会说的内容 不可以跟音讯内容违背 让有一个条件之后 让他出来开记者会 前所未闻啊 你以前有听过哪一个案例 被搜索到最后 然后就要带到地权署去复训了 然后他还先跟你讲说 我要出去开个记者会 我在法界这么久 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这些不一样的作为 都会让你检察官 失去人民的信心 我跟大家讲 现在先不讲 这个检方是在法国部底下 我们现在的民调 执政者受人民的信赖程度 不到20% 我们只约民无信不利 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执政党 执政者最大的问题是 失去民众的信任 他做了什么工作 做了什么动作 包括今天他成立实案办公室 如果你去问一般社会的百姓说 社会的民众说 那这样子你是不是相信说 将来我们的食安 就会逐渐好转 甚至没有问题 我认为那个回答 相信的程度也应该是不高的 所以我们台湾 除了这个执政党 除了最可怕的是 吃的东西不安全之外 他最恶劣的地方 是让整个社会的信任度都不见了 这个要重建是非常的重要 整件事情 称伟 照理来说压勒英冲 执政党也应该获得民众的掌声 虽然你说食安问题没有蓝绿 也没有执政朝野之别 但是压勒英冲 应该会获得掌声 为什么还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些质疑 因为民众对于执政党 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 还有速度是不满意的 但是没有人敢这时候去 保护或偏袒 这个顶心魏家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魏家一直没有 身心悔过 他是用公关技巧 我强调公关技巧来处理危机 他没有发自内心去忏悔 如果他真的有发自内心忏悔 不会现在连磁忌都把他脱水下来 我觉得魏家这件事 让我不能满意的事情 第二个 这件事情 蓝绿 谁执政 谁碰到 不管这地方地方 大家都是战战兢兢来面对 你看这次南桥 他的工厂在我们桃源 你看我们也是预防性的下架 我不否认南桥的董事长 陈飞龙跟莱茵关系比较好 但是吴子洋做县长 面临到陈飞龙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强制性的 做一些大动作 这没有所谓的个人的私交了 这只有愚公来处理这事情 所以这时候没有所谓 执政党偏袒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处理到现在为止 执政党的为难是 他不能够 每一个事情只要有人提出 那个预警式的 说还有微包弹 你就要去处理 因为一个商家要建立生意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民意代表 要口无测栏讲话是很容易 你看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委员在讲说 还有微包弹 点名捅自备的 而且还大拉讲就是他 那万一不是他的时候 这委员你要不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 顶心的事情 国民党可能党会有些人认为 顶心是被误会的 是被拖下水 所以才有人出来 才记者会讲说 看到影子就开枪 但后来发现背书错了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在质疑 某些其他大厂商 万一你质疑错的时候 那谁来为这个事情来负责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过于不急 那个哪里是执政党的困难点 但是这时候没有一个 不管中央或地方的执政团队 敢掉以轻心 大家都战战兢兢 我宁可这时候不要挫杀无辜 但是这时候要认真小心 因为全民的实的安全 是大家都要顾着 学生委员 如果是这样温蓝宫简让的话 为什么上礼拜卫福部 他有列了一个27家的名单 告诉我们还有两家或是一家 那根本就像俄罗斯轮盘 现在为止我们的顿数还没有查清楚 从越南进来的包括食用油包包工业油 总共接近五万公顿 好我们去换上公斤 现在大家都换上公斤啦 你们还有三万三查不出来 而且还有十家没有查出来 那我是为了我们现在爆了顶心 我们现在还在吃耶 你们这个这个效率也太差了 不是我还讲说 因为民意代表他有免责权 他可以乱打 万一你打错的时候 可是你们卫福部 根本27家更恶劣啊 顶心是打对的 那万一他打错的时候 那谁来赔他的损失 不只是那一家出问题 他连下的中下游厂商 有很多像南桥 后来说这些问题 游市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很多下游厂商 这时候他给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执政的困扰点在这里 困扰点在这里 我来回应啦 我刚刚学生说 在现在的阶段 没有人敢对卫家去袒户 那为什么办案要有差别的 现在法官检察官 没有人敢去指挥 没有谁是据说男女的 就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检察官可以在搜索的时候 居然还可以让他去开记者会 这前所未有的 你举一个相同案例给我看就好 那我就注册 我会员刚才刻意摆在检调的原因 是因为他隶属法务部 他没有摆在法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法务部 法务部属行政院 那为什么他还有一个 预论迷藏了 又一个夹客去证据 我们是法律的要这样说 委员那个说法 我觉得不客观 怎么不客观 你说检方 你是法院出身的 你可以随便去拼见 所以检查出身 都是法律去出来 今天我哪有说检察官不是法律出来 我是说检察官 为什么可以做这样 擦别的办法 我现在要这样讲 别的不说 我想也请光秦在这里 至少看 我们先讲 卫云聪那个事情 他那个衣服 要露手 跟那个包起来说 那个衣服穿的 就是那件外套 所以到底是不是说 检察官要刻意说 给他方便 然后还要演很大 我们应该看那个逻辑 今天要严格来讲 卫云聪这件事情 什么上手铐 上脚疗都应该 这个都没什么好争议 今天你会认为说 还有检察官会很同情 卫云聪 所以该上手铐 我们不要讲脚疗了 该上手铐 也不让他上手铐 然后想办法装一装 只是卫云聪演得太笨 你告诉他们要求 因为企业家说 他们上手铐会惹慧气 所以 我觉得 企业家说 企业家说 企业上手铐会惹慧气 你举个安逸给我看看 有哪一个人在搜索的 到最后的阶段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出去开个记者会 然后检察官会说 同意你出去开记者会 但是什么条件 你举个安逸给我看吧 不需要脸红耳术 我没有脸红耳术 我还是讲 做个法律的 我要讲客观的说 客观说啊 今天检调 不要检调 现在检查 检察机关 在闹成 国际交易全国 不是全国 全世界皆知的时候 他还要站在 公然去 演一个去 袒护这一个 我们讲的 手铐 手脚 都该上的人吗 我还要一直要这样讲 那为什么呢 今天的司法单位 包括法院 包括检察机关 对一个人民来说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 给他们一个 公正的空间 今天的媒体 我刚才讲的嘛 那逻辑上 因为我也不能说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讲的 因为他拍他的说 怎么不上手铐 因为他外套穿着 两只手在外头嘛 看起来没上手铐啊 后来呢 那个外套脱下来 滚在手上 到底有没有上手铐 是眼睛还眼睛 把那个领域放出来 给议委员看一下 就像你一样 你讲的非上手铐脚料 我还没说完 就是说 我们现在谈的 叫做客观的事实嘛 就是说对我来讲 手铐脚料都该上嘛 那为什么 可是好了 为什么他没有 终于在这嘛 确实他法律的规定 阿比那一世是经典做 明威一百年有修法啦 那除了他没有别人啊 检察官他有 所谓的职权 可以决定要不要嘛 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的是 你检察官 就是该依法办事 公正办事 而且呢 本来叫做目睽睽睽 因为电视也登 也在那边 机车也在那边嘛 那是因为他露线 他不小心抓牙 我们才知道 我讲 这个我不知道 那你一送过程 那一段影片 等一下放一下 有有有 我们过程当中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一直在手铐脚料上面做文章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我真的真的要问哦 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有哪一个检察官收手到最后 被告说我要出去开个记者位 让他同意开记者位 你只要举相同案例 我就住嘴好不好 不然的话 这一个就是一个最新的特例 我也要问你 那这就是一个最新的特例 你那么敢公开的说 这些检察官们都 不服专业 都是偏颇 我不是这样讲 我以为办这个案子 跟过去所有的网络 我到现在为止 对你常常发言 我最痛心的就是 学法律人 今天法官跟检察官 拜托啦 今天台湾的这一种环境啊 他们这些人啊 还敢在那里乱搞嘛 OK 让我讲完 我没有道理的啦 我跟你说 我法律人官对法律人 这么刻薄 太刻薄了啦 你不要否认我的专业 我现在举一个案子 你只要举出一个案例 被搜索到最后 让被告出来 对社会大众开记者会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意图让这些 要开那个记者会 作为当晚 要作为这个 收鸭亭的时候的工房 你举出一个案例 我不止法官 永远不再讲 我连礼把我也都辞掉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辞掉 你不必跟我玩这个 我再说 我再说 事实上就是特例 你以为 事实上就是特例 准备收鸭亭的法官 包括讲话 都是白师嘛 事实上就是特例 好 我先进入 来来来 我把法律人看得这么扁 没有道理啦 我说我们要来看 你说到底办这个魏家 是不是真的出现什么差别 待遇出现这样子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是重重拿起 清清报价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 我们的检察官 或者司法人员 不管你是法官啊 律师啊 有好人有坏人 一样 那你说是国民党 刚刚光琴讲得太快了 国民党太快了 就国民党如果 只是说 对魏家 我就要重了 这我不太相信 我就说 如果国民党 真的这样太笨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明明全民攻敌的状况 在还这样做 不是国民党太笨 是国民党真有这种办法 今天也不会这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件事情是不寻常的 是一定有 有人在犯错 一定有 不可否认嘛 那是不是有吉理事 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觉得 魏家让我最难过 就是他真的没有 成心忏偉 如果成心忏偉 和盘拖出 你知道我讲意思吗 你赚那么多钱 害了多少人民 不要说赔偿 赔偿是现在还有油 才能赔偿 吃进肚子里 多少年的人 怎么赔偿啊 我们人民身体受到伤害 那年怎么赔偿 其实我现在最希望政府 政府没有效率 大家都看到了嘛 譬如说 收水油是老农 最终了好几年 自己去检讨 这次是A先生去检举 这样的话 多少宣誓 他办了哪一件事情 是政府主动作出来 其实没有嘛 所以政府的效能不用讲 但我现在只期望 政府给我做一件事情 你先告诉我 哪些油可以吃 不要告诉我 哪些油不能吃嘛 现在老百姓 每天都要吃油嘛 对不对 你先告诉我 哪些油一定可以吃 那我觉得 这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 至少你 你现在开始检验嘛 市面上油 你先检验一下 哪些可以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我现在讲的不可以 这样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对大家也在讲嘛 说从上礼拜开完国安会 说食安要挂牌 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讲说 不要等什么叫食安挂牌嘛 有很多事是等不了的 而且我刚刚讲说背书的问题 其实学生刚刚讲我也不太同意 说国民党立委怕说 哪个厂商万一他没有出事 我们就说他不对 这当然是对的 可是你帮他背书代表他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不能做嘛 你可以说 不要乱说哪一家有问题 但你不能说 我站出来说哪家没有问题 这很严重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现在已经早就不敢讲这句话了嘛 对 这句话去年 从去年讲到今天 像你们立法院党团 我跟你讲 今天吗 我跟你讲 之前他去年 他就保证说正义的油可以吃 然后你们在9月 9月12号 9月12号 李国际委员已经拿到公文了 9月14号 林苏芬委员 他已经要把他爆出来了 你们还在护航 然后后来就 在那边宣示说 我要讲这句话是因为 党团是少部分人做的决定 连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为他背书 但是从那个案子一看得出来 他背书是背错 应该是行政官员 有一些拿资料 告诉他说没有问题 如果你在这样搞下去 可能台湾的食品业 都会整个垮掉 美食又垮掉 所以他们只好站在一个 捍卫台湾美食的立场 他觉得是好意出来 他们想捍卫错了 所以到最后两面不是人 但是之后 如果万一有些委员 也是在乱开枪 万一开错了 像我们桃园市有很多食品大厂 很多员工愤愤不平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无奈的 就被你们开枪打到 那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听到很多声音 可是我们只说拜托 就赶快把它查出来 但是民意代表 你不要随便乱打 万一打错的话 你会害到很多人的生计 所以我希望政府部门 你加快角度 不要让民众蒙着眼睛 继续再吃问题 这整件事情 杨老师 那刚才其实火旺老师 有讲一个说 其实你说卫英聪聪他们 让大家觉得 会觉得什么词 大概都用完了 就讲说你怎么会到现在 还不愿意把所有的状况 告诉大家 显然开这个记者会 也是一有所图 然后希望能够怎么样 然后包括这两天 媒体开始讲说 那个越南 越南那个叫大幸福 搞得大家不幸福的那家 是不是真的 他那个油 包括顶心 是不是受益 类似这些 都还要再查 你们是不是把话 一次合盘多出 跟他讲清楚吗 所以我有个感觉 这个现在的食品的部分 我们现在台湾处在 无政府状态 各位想想看 如果是治安部分 不是食安部分 治安部分警察 如果今天是 也处在无政府状态 你是什么结果 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 老百姓自求多福 所以我真的拜托 我不晓得今天晚上 他又要开个什么 国安会 国安会一直开 一直开 一直开 继续开吧 可是开完了以后 人家并不知道 哪个油可以吃 开完了以后 然后只是对外讲说 对于大幸福 加工制造的油 我们会尽快厘清 然后再说 告诉我们 有4500公斤的油 不知去向 4500万 4500万对不起 4500万公斤 对就4.5吨 4.5万吨 4.5万吨 对我老把那个万字去掉 因为我一直想说 这好可怕 这么恐怖这么多 怎么可能有这个数字 吓死人了 三年半以来 三年半 对啊 才这么几年呢 嗯 怎么可能有 这么大量的油进来 就好像我进了 一百辆车子以后 过了两年 人家告诉我不知去向 可以不知去向吗 外面进来以后可以不知去向 我们的政府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国安会如果最起码这件事情 给人民一个交代罢了 你除弊 所以当然刚才刚刚这个讲到顶心 那检察官 我必须要说了 当然我知道现在 现在压了大家 对 要是我刚才讲 不是应该给他们掌声吗 他又压了又很快地办了 可是 其实民众心里是 民众是用眼睛自己看场 用尝试来判的 我当然也不能说 这些检察官 说故意有人指示 他偏颇还怎么样 我已经冲塞了钱还怎么样 这个不能讲的 因为我不知道 可是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才处理卫营充啊 开了两次记者会 飞机都来回一次了 该带的东西 是不是都带走了 要是你的话 你是不是该带的东西 都带走了 你那边机场有检查他吗 所以 人家怀疑你是正当的 人家秉锐兄 怀疑你是正当 为什么 人民看着觉得奇怪 别的都是当场就带走了 他耗了三天五天都没理他 而且是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 然后最后生涯了 好我们现在讲 那个杨振毅更有趣了 杨振毅 越南大幸福游场 对的大幸福游场 到现在 我不知道谁对外放发 他说根本就是 说不定是顶星派去的人 帮忙做游带回来 收游 他原来做游 现在根本游都不做去 收购那些 收捏废游 这种事情查不到吗 这种事情 这个未环部 还需要等个礼拜三 到礼拜四交接了 他才能够告诉我们 你不管检察官 你就算法务部 上次越南不是也有人 到越南去吗 对不对 你去当地了解一下 当地也有官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也有讯息来 说什么 说大幸福人家都知道 其实早就知道 是跟定性有关 那个杨振毅 也不是今天第一天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他从原来的油厂 因为原来油厂不是不做油了吗 他有个部门的主管嘛 他不做油以后 他就跑去做个大幸福 而卖的又回到原来的公司 那人家当然 他在私底下也会讲说 他为什么会卖这家 他为什么别人卖不了 他一个人包办了这家顶星的油 很清楚嘛 然后他现在当然我也希望检察官 如果这位先生 跟另外两位什么长媒 雷锋啊 陈茂家这些 总经理啊 副总经理的这些几层眼 能够做污点证人我觉得好 可是检方不是说 本来说杨振生要当污点证人 后来说不答应当污点证人 那点可能是他办案技巧了 我们现在全部评论 因为我真的外界不懂啊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案件厘清 你至少可以使现在市场上 我必须说 现在市场上还有 三千万公顿不趋志向的 到底现在还会不会失敬肚子 你看理清吧 现在还有油在外面 你还不知道呗 魏环署 魏环部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讲一下 外面这些黑信油厂 你多久可以告诉我们 抓出来了 没有问题了 不知去向 真厉害了吧 好了 就像刚才火王兄这样 这是负面的 说那些坏油你把它抓 好油你告诉我哪个嘛 有的人就想说 哎呦 我们不能乱杀无辜 因为杀了以后怕有影响 我收不回 那你告诉我两家好油 你就算图利它 老百姓也是应该要知道的吧 我告诉你哦 台湾民众很清楚 因为他知道有一家连锁商店 那个老板两个月前 就知道问题油就下架以后 他们说这家可惜 老板我知道 所以我就说 不然政府老师看不到自力救济嘛 自力救济 你不是你这样讲打政府的脸 你知道吗 我讲的是民众的自力救济 我懂嘛 所以你没看到 全民抵制 然后政府才说来抵制 所以没有错 所以说话 但是当然也该打脸嘛 他做错了 我们还说那好嘛 所以执政大爷 所以我才说这叫无政府状态 人民在自救 我告诉你灭顶也是人民在做 你知道吗 灭顶心也是 也不是政府的 政府该把这个顶心 做彻底的处理 它有吗 所以他只是 不管说依法办 都是后来的话 六七天以后才发觉 实在是民怨太高 所以你会发觉 人民都在自救 自救去解决顶心这个厂 这种企业文化很差的厂 另外一方面在自救 自己买新鲜的油吃 全部是人民这样 那我要这个政府干嘛 这是关键嘛 OK 不是你们刚才都没有注意到 你们一直讲说 政府要公布一些能够吃的油 政府有啊 它只是用了 你们没有想到的方法 有 南朝啊 不是吗 我这也知道 只是用了它 我刚才最后更加 我那也知道 你觉得它就用新良苦吗 南朝你去 今天还有人 只有两个教授就知道 那个英文 他检验了 检验对没对 那个价值 酸价值 对不对 就没有检验 OK 所以人家还在怀疑 那道理这个实用油 我实际上讲政府 政府有错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 好歹还没验过 我要讲一句话 不 黄罗要讲一句话 现在政府已经到了 没有公信力到这种地步 因为它说南朝可吃 全国许多专家说做做做做做 这个叫 这个政府将来怎么对 对 政府的公信力 因为那个学者讲的是 那个英文啊 你当水负 可是那现在不是 刚才国外长 他已经去检验了嘛 他就跑了 我学者 有学公信没讲句话 我每次在这边评论 检察官或司法单位 我们都是 语重信长希望他 对对 照理来讲 法律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相同的状况 要相同的处理 相同的状况 你做不同的处理 你应该要特别解释 你什么原因 好 那我们如果真的是 我们不要说 我们现在来批评说 让他开这个记者会 可不可以请检察官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他出去 开这个记者会 为什么要做跟以前所有案例 做不同的处理 那这一点的话 如果他能够详细的说明 更能够挽回检察官 对民众的信任度 因为我委员是当法官 是当法官出身的 有一段 他一直在质疑这段 是你想一个状况 因为那天的时间续 如果把它编排下来 他是在礼拜五 因为 对不起 因为在整个礼拜四 是在礼拜四晚上 已经通知他说 八点半要到庭嘛 到侦察庭 侦察庭 OK 那天上午是在搜索 大家新闻那天都还记得吧 礼拜四包括地宝啦 什么顶心啦 全部都搜 然后接下来呢 晚上已经跟他讲 晚上八点半 到专话地点 OK 去开侦察庭 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那天在节目 从礼拜三礼拜四 大家都在讲说 所有人都只在等一个时间 你什么时候约谈魏英聪 你约谈以后 会不会有强制处分 强制处分意思就是生压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魏英聪 除了前一个礼拜 出来哭完以后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然后到了礼拜四 晚上八点多 要去开侦察庭以前 到了五点多 开了这个记者会 然后到了晚上 在那个不管是侦察庭 或后来法院 开的积压庭里面 辩护人都可以拿着讲说 有啊 他已经公开宣誓过 告诉你说 他愿意捐出30亿 愿意退出 愿意做这些 所以他是真的有诚意 要对台湾百姓 怎么样 如果那天 没有那个记者会 身为辩护人 我连这个都讲不出来 因为你们有讲过 你们自己在家里想 谁会知道 所以你还是要 挤出一点时间 告诉全台湾人 我很有诚意 我要做这些事 这就为什么 刚刚会有人讲说 那个过程 说实话 所以在礼拜四 那天一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跟大家说 我觉得 那个斧凿痕迹太深 因为你不觉得 这个时候 怎么会用三鞋 而且你退出油品市场 我们那天就讲油品 油品大概是你这里面 最不差的一块吧 你缺的应该是 很多其他部分吧 一般的办案状况是这样 如果当天早上去搜 真的有搜到像报纸 媒体上讲的这些证据 让他都贪软了 然后检察官也跟他讲 证据在这个地方 你还想狡辩 一般正常的做法 是当场就带回去 然后还让他出去 趟快去开这个记者会 作为到晚上 要来应付羁押体的做法 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 假设像李议员讲的 我们不要随便 怀疑检察官 OK 我接受你这样的态度 那请检察官出来 来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要跟别的个案 做不相同的处理 总要给社会一个交配处理 刚才可能提到 刚才已经提到那个顺序了 今天我今天这样说 我是因为这样的法律 我希望看到是台湾未来 在司法的程序上来 它是一个公正 是扣官 不受干涉的 现在因为我们台湾 是变得好像魏英聪 我还在想讲 免得到时候我还要变得 要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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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哇 我还替魏英聪讲话 我刚才说了 手靠脚料OK的 现在刚才提到了 如果刚刚委员上提到的 如果是早上搜押 要不要这个去搜索 搜索到五点钟开记者会 然后八点钟去 侦察庭 去复侦察庭 然后在侦察里头 他还有一些攻防辩论 然后那个 蒋长官 说证据都在这里 他什么 他才贪软 他那个罗子顺序是这样子 所以跟可能委员刚才所提到 那个顺序上 我觉得其实他有点交叉 但是重点 但重点是 重点是 这件事情很清楚 我们期望的是什么 这个犯错的人 他当然该重罚 这个而且我们要相信说 他将来进入检查的程序 进到法院程序 法官们他会在 所谓全国接看的情况下 他能公正吗 不是说我们现在 我看见刚才都已经交叉 你那个刚才讲了 那个贪软的什么 那这已经在生产庭了 又混乱了 讲这些都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吴委员讲那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关键 但我觉得吴委员应该去律导院 咨询法务部长 说的 就这我刚才说的 因为这才能改进司法嘛 法务部长的说法 他一贯的说法 就是说个案他不介入 我在这边可以替你回答 我现在问你 吴委员 这个我是真的期望你 你现在因为有这个证据嘛 还有报告图片 你是不是说 我对罗英雪一点信心都没有 因为他前科了一点 但是你还在监督吗 那你责任 刚才过程当中光景 其实当然你们要讲 我也一直强调 因为个案不同 你说包括瑞光跟顶星 可能也不一样 但今天 偏不巧 他就是刚好瑞光的宣判 大家就看到 所以包括你刚才提 富贵商的一些例子 那大家最近都把前面一些 跟有有关的例子也拿出来 就讲说今天就算是压了 未来会不会就这一场 这一场年度大戏 大家全部都看完了 以后大家也都忘了 那结果是怎么样 不知道 而这整个 温英冲压完以后 所谓的灭体行动就结束了吗 或是说 大家就觉得说 反正温英冲都压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 他做了坏事 你觉得他是穷穷穷穷穷 他也压了 那未来还怎么样 可是这两天 出来的很多新闻 不只是这样 这一体有人就质疑说 那个越南 是不是根本就不是 单独独立的公司 或是跟温英冲他们 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关联系 好 我们让观众看一下 相关这些资料 来 光潜等一下告诉我们 来 快学 好 我们就要来看清楚 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最新的发展 再看的是 顶星是不是两手转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就来看的是 根据老姐 现在是不是有联手 大幸福造假 一开始来看 进口食用油 现在政府对这酸价 只看书面检验报告 所以检方就怀疑说 这顶星呢 不只是知情 这个油是有问题的 还帮大幸福去调整 这个脂肪酸这个酸价 就是要符合食用油的 这样一个检验标准 而顶星是透过了 杨正义 去取得了越南公证单位 可食用油证明 那么就因此可以 合法进口饲料油 那么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再看的是 这个化验不合格呢 还会砍价 这什么情形呢 就来看是顶星 这食品检验中心 他们有个检验中心哦 去化验大幸福油品 他说如果这酸价高过 食用油标准一趴的话 还会以品质太差 要求大幸福得要降价一趴 还抱怨说 这油品啊 油色太黑 需要漂白 所以要求大幸福 得要再降价 所以人家就说 这顶星是不是现在出现 两手转的情形 但现在民众要问的是 这是我们喝的油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来看的是 报纸上面就写的是 这个越南大幸福 4.3万公顿 这饲料油销了台湾 顶星 正义 还有这永城就近了3372公顿 所以这里面算出来的话 还有一个消失的4.4公顿 到底去了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肚子里面 还有彰化的检方调查 就发现说 还有几个疑点来看 像包括的是 内部检验大幸福油品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顶星 只要去购买呢 再来看的是 这大幸福负责人杨振毅 以及这个顶星前后人的总经理 长梅峰 陈茂佳 密集出现了通联的情形 当然之前还热线不断 为的是什么呢 就来看是不是顶星 受益到这越南去开设大幸福吗 那么来看 卫家吃的是什么油呢 来看卫家的朋友的爆料说 卫家厨房 他们用的是 进口冷压橄榄油 号称一体黄金 一瓶500毫 要价超过上千元 外出用餐 他自己自备油品 还要请餐厅厨师来做烹调 光潜 我觉得这个 当然第一个 顶星跟大幸福 有没有授意开设这些 我觉得还需要再多一些的证据 然后来佐证 今天检方应该要调查 但是如果照媒体所讲的 第一个 刚前面也有说 如果他们内部检验 你的油品是有状况的 前面联合报里面讲说 是不是有要两手杀架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你还是要买 是不是魏英聪 盖章是要买 OK 这是一个 但是如果这个媒体报道是真的 如果再透过这一段 这一段如果爆料是真的话 你两个加起来 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更 就你卖了这些油 你买了这些油 问题的油 然后你卖了这些油 然后你自己出去吃这种油 对 其实我以前 五天要弃一件事情 我现在一天要弃五件事情 你刚刚讲说 我提副位相例子 你知道今天更 更可恶 日月光污染我们的后进西 一个无罪两个缓心 污染我们一条河流 你知道吗 既然这么轻 甚至还不用坐牢 我们在台湾都是看到这样子 那这个问我就对了 你知道吗 之前强怪 他跟香港进油 搞了半天 他跟香港的公司是 过去有合作关系 那这一次呢 你从时间来勾集 2005年 领心接手正义 杨正义就是老正义的员工 然后刚好他们就把 刚刚杨老师所讲的 本来是不管是 自由队或者是自由队 把他解散了 他们本来是 专业的这个自由团队 结果呢 把杨正义派到 我敢这样讲啊 派到这个越南去 你又这就可以这样讲 我给你讲 因为后来 杨正义 他被提前找回来 如果不是你们家的人 你找他串个屁 然后我都看到说 那个大幸福油品 其实魏英聪拍了他的左右手 到我们不要讲边境 跨越边境 已经到越南了 人家跟你讲说 我们做的油 不是给人吃的 开了那部会议以后 魏英聪坐到那边 后来决定还是照买 公委也被取出了 还有批示 不是给人吃的 你知道吗 我们不要讲飼料油 飼料油好像感觉上 much better 我们要讲是工业用废油 什么叫工业用废油 车子都不吃的 拿皮革油给我们吃 你明明知道 而且现在已经证明了 那我刚回应 我们的新歌 你刚刚自打嘴巴 我要不是好久没来了 我第一次来 不然的话 我早就给你炒开了 你刚刚自己讲说 早就给上手铐 上脚料 你的观念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没有上 你不提出质疑呢 而且国民党政权包庇鼎心 是有历史记录的 前面一次乌龙公文 这第一次 办大统的时候 哎呀都已经下到地方了 里面就有鼎心 就有卫权 后来就说 哎呀我们这是乌龙公文 第二次 都应该会人质疑的 七家公司 油有问题 还说我们有这个 微服务部的证据 2012年 微服务部没有成立 还有往往抽减 26批进来 只抽减一批 说没有问题 后来有问题 里面是什么 个 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里面可能有 一个有工业用备油 哎呀你们自己也不做功课 我跟你讲 那个魏英聪 GMP 当了理事长 然后你们还 他缴了5000万 你们给他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那个 实测会 不是那个委员 刘建国委员所提到的那个 食安汇报的委员 你们另外给他弄了一个 这个实测会 里面有谁 有孙女兮 还有以前十位署 的官员陈述公 好这是一个 你看看 我掉出来网络上的 你看 这个很低级啦 就是还去做什么 弘洋社会 文教基金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声策中心 王金平是法人代表 魏英聪还是常懂 所以特别要注意 生计的这个 这个环 因为 那个 尹燕良他是所谓的生计王 他过去接手过 蔡英文的那个台帽的 公司的股权 然后翻身变成终欲新耀 这会儿 为什么要 搞生计 去找翁启慧 30亿到底会留到哪里 会不会留了一下又再回来 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可不可以随便讲一下 我也是大胆假设 那王金平跟马英九不好 那你讲王金平 也是跟他有关 那我想说那马英九一定跟他无关 因为马英九跟王金平 都是一挂的 不是吗 我说你现在要大胆假设 这是要很小心 就像检察官 在这个风头上办案的时候非常小心 难道我可以大胆假设 这检察官是绿底吗 他故意要让他长官难堪 要让国民党没有面子吗 我不能这样乱假设 但这检察官做的事情 也许他跟蔚英聪谈话过程当中 他就蔚英聪有诚意 所以他可能被他骗了 太多种假设我不知道 我要看整个大案子过程当中 检察官怎么办他 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上手铐 当然现在是一个疏忽 但我要看检察官 你怎么给全民做一个交代 但这个事情我只能讲 国民党不肯在这个风头上 国民党松手了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没有人敢在这个地方 跟全民为敌 这个我想 这个应该这样说了 看起来我们光秦 是国民党总是有人对他不起了 下架下架下架 不要你喊下架 你早就下架 现在重点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落 因为他还不是民进党籍的 我不是民进党 我知道 当然我们老朋友我知道 所以我不晓怎么回应他 但是我必须要客观地说 我们如果真的落入了 蓝绿的那种护扣帽子 我觉得悲哀 那我只会来讲 我也有资料 不是不读书了 这张照片请照照看 阿扁旁边 阿扁 一只手大拨手歪得很大 两面赚的是谁 鼎心回来 回台投资的时候 阿扁 他是总统 难道他要不要 他应该负责吧 好假 客观地说 鼎心集团 他入主正义是什么时候 2005年 阿扁执政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都要讲 阿扁要把他骂了 这都是阿扁的事 怎么会是我国民党的事 没意义嘛 请你们国民党最后会这一招 你们所找的资料 都是阿扁执政 好像你们马一久 没有执政过六年 你们时空错乱 这就是你们 没有 你要听我讲 没你这个 随便语论 报告明 叫你们下降原因 你最难懂 我可以拿一百件 说话 他已经关到监牢里面去了 真的是没出席 没出席 我要这样说了 刚才讲说 不能偏颇 我们也尝试要所谓 要自己要公正 因为今天尤其我们执政的 我们要负责任 你们要比例原则 你们要比例原则 听我这样说 我现在不对你 我现在不是对你说 只是因为你站在队 坐在我对面 我是女生 今天已经很简单 屏东执政 高雄执政是谁 民进党 也十多年 当时如果不是屏东 这个事情 有台中市去查出来 这个是个冰山 还没出来 今天如果要这样推的话 那有的推了 可是今天我要这样说 这不该做这事了 人民受苦了 执政呢 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这同样的道理 今天是在执政党的任内 爆出来 爆出来不是说执政党 就像屏东政府一样 都压着 人民检举几次了 我都不管 就搞的是别的 县市政府跑来查出来 爆出来了 今天国民党在执政 这个事情发生了 也是国民党在负责在查 因为我执政党 我在查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可是好像也不应该说 全部都是只是 我只是该死 我该死的话 那人民也没得救 就今天的事情爆出来 包括媒体 包括名嘴 包括各式各样的人 提出了指责 我们虚心接受 但是也确定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 好像有点 凹过去了 检查机关 司法系统 他们我们都多希望 他独立办案 为什么我们还是 一定要去扣他们 去某一样 不需要吗 今天像我刚才吴委员 说的我就很 这后面我再有赞赏了 今天因为有监督之责 尤其我是值得你赞野 OK 你当然要严格监督 而且你举出市政来 然后散无可散 好了 最后一是吧 第一个我可能要举功道歉 因为我确实犯错了 或者是人民说 道歉我也不要你 换人执政 其实都是一个民主常态 我来回应一下 其实如果你去回头看看 说从顶星怎么样去掌握卫权 它是因为回头台湾发行TDR 顶星的TDR在台湾卖了一百 一百八十一亿吧 还是 一百七十一亿 他拿里面的一部分去买卫权 所以这个当然他之前有买正义 但整个问题扣在一起 是从发行TDR 那TDR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行 是马政府执政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说去推 你如果要拿出谁跟谁的照片 那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有 都有照片 这个我觉得拿那个东西 问题是你发生事情之后的态度 对 那发生事情之后的态度 我非常感受到这个刚刚雅老师讲的 现在状况就是到底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 民众要问的是说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就像刚刚光景提到这个日月光的事情 你觉得日月光法院轻判 你觉得无法无天 但你要更去了解说 那日月光什么时候复工的 开单的是高雄市环保区 他复工的这个决定还比判决还要早 那照当时我们研判 当他发生排放污水的时候 我们预计他最快一年半 到两年才能复工 他多久就复工 七个月就复工 你执政之后你就知道 有时候执政他承担的压力 不是外界随便乱讲的 所以正好从高雄日月光的轻判 跟日月光的提前复工 你就知道这中间没有蓝绿问题 这中间你只有对错问题 你当时日月光抓他的时候 当时高雄环保区讲得多凶 说不会让他再复工 七个月后就复工 那我可不可以质疑说 那你高雄环保区是不是放水 我现在不会去质疑 法院的判决 我也不会质疑高雄环保区 该质疑啊 就是放水啊 不是因为这中间 有蓝绿的问题以后 都各冲淡角色以后 我就回到专业 但如果专业里面你有疑问 就像我们觉得说 这个法检察官 为什么不叫魏英聪去 这个上手铐 我也很好奇 但不要一开就扯到说 这一定跟这个执政有关系 也许是检察官 个人的信念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回到专业 是解决问题最后的答案 好 这整件事要是 其实民众为什么 从顶心这件事情来讲 会气到这个样 一个就是 你让我吃了这么多年的 这样的油 第二个 如果今天我就讲 这个媒体上面 讲的这些资讯 如果都是对的话 那就大家会觉得 就为父不仁这几个字 就你给我吃这样的油 赚这样的这么多的钱 住那样的豪宅 结果 然后你自己出门 你要吃这样的油 然后同时民众 如果看到这些事情 再加上前面讲说 有没有上钞 有没有这些 然后今天再听到 有立法委员去质询 交通部长 说那个飞机的停机坪 然后算一算 那个停机坪的费用 比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你那个停车费 算一算 搞不好还要便宜 我印象中 还看到 交通部长在答询的时候 也说 其实他那时候 知道这种状况 他也觉得很奇怪 很压抑 对他也去问了一下 然后当然他有讲说 可能有编辑效益 什么什么 可是你看 他也觉得奇怪 但这件事情就是在发生 老板人听完会觉得 我的车停了 跟你的飞机比起来 我还要比你贵 那民众会没有 把他接受是这样的事 对啊 这就是相对性的 不平等的感觉 相对剥夺感 对 对上位者宽容 对下位者 对于平民 劳工 对于基层的人民 是很严格的执行法律 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 所以你想想看 那个飞机吧 我就拿顶星飞机飞过来 飞过去吧 来去 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跟检查 请问那个油的公司 跟其他的那个大楼 是 那个东西是不是在一起啊 嗯 那他可以切割得清楚 那个飞机走的是某甲 某蚁不是某柄 他不能把家里的 有关的东西带走啊 我们都已经看在眼里 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民众真的没有感受吗 说为什么他们家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 会提到说什么液体黄金 他们家媒体上说 有没有人爆料说 他们出去用自己的油 然后讲说 可是我们台湾人吃的就是 而且我觉得很多商家 最无辜的事 他还觉得他买的是贵的油 是 然后就弄出来以后 还有政府认证 对 然后搞到最后 你告诉我是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刚刚讲那个飞机 飞机飞来飞去 你说那个停机坪的 那个费用是多少钱 那个感受 为什么在台湾 能买得起飞机的有几个 或是你能够被答应 你可以买飞机的 然后结果后来 大家才发现原来这样子 还不如我停车的费用 其实你如果真的讲到说 刚才包括姚老师 或是在前两天 不是有很多人在质疑 说那个飞机飞来飞去 是 里头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 重要文件 其实我从来不会去 去质疑说 这些东西到底会什么 但是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去看的话 因为刚才前面有一段 第一个 当然我现在还是觉得说 那个飞机上正常的一些 有需要的往返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 前面我们的CG里头 有一段告诉你说 当卫福部说 顶心的油 是跟越南的飼料油 有关的时候 总公司要求干什么 总公司要求销毁文件 如果要是 这个新闻是真的 当卫福部确认 顶心跟那个 顶心跟越南飼料油 有关系这一段 跟时间赛跑赶快处理 如果这一部分的新闻讯息是真的 总公司只是开始销毁文件 那你告诉我什么事不可能发生 而且恐怕还有一件事情是 因为一架飞机是去了一天就回来 另外一架也是去了一天 本来是第二天也要回来 后来因故可能有什么公务耽误了 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讲 那时候对所有的魏家来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应该就是魏英聪这件事吧 那有什么这么重要的事 而且在通讯这么发达的今天 一定要飞机去了一下就回来 如果有这一则新闻 是真的出现的时候 那所有事情大家都值得怀疑 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告诉大家 当天的行程 是不是早就排定了 而且排定好 当天是什么重要到 让大家来公平 是怎么重要到 需要这个样 因为当你看到这一则讯息的时候 光晴很多讯息都值得怀疑吧 其实我看了有一些新闻 其实非常感慨 记不记得这个蒋仲美龄 在蒋介石过世以后 他拿了99箱的行李 上了中美号或者美龄号 那时候媒体 他们是非常高度质疑说 你带了什么走 那何况是在关键时刻 两架弯流 就这样的飞出去 而且你知道他们申请 要飞行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送达要三天 可见那个事情一爆出来 他们就开始申请了 申请了以后 抢在宵禁前面 11点宵禁 他10点多把这个飞机给飞走 你想想看什么事情这么急 所以很多预测 他可以跟你讲三天 你会讲说 所以我早就已经有功 我已经排完了 我觉得好 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时候 像莱茵当时候 包括我也质疑啊 为什么阿扁 他当时候有所谓的逃亡之语 是因为他很 很早以前 请他的那个陈 秘书陈小姐 帮他办了一个赋美的 赋美的这样的行程 那我说实在的 跟他后来是不是会逃亡 有什么关系 你们那时候蒙打 那为什么在这件事情的话 有两套标准 我们结果论嘛 我们带着一身臭皮囊 今天看到苹果日报 我觉得写的真棒 为什么 以前我们都是几万顿 几万顿 只有姚老师那个忘了那个万 你在把它翻译过来 变成公斤的时候 4800万公斤 我们每个人分到两公斤 但是我们连吃东西 我们连喝油 我们都在台湾都有屏幕差距 因为像魏映冲这种 包括我认为那些 像江一华自己也承认 像他们这种味加二号 他们那个油叫味加二号 黄金议题 不是我们的吃 所以他们的quota 变成也是我们在承接 好 那我问一个 我就敢质疑 今天大家都不要攻减 因为你们国民党 没有民进党的立委用功 我为什么不敢质疑 如果合理的质疑 怀疑 我们要求 这个 我们的部位来处理 譬如说 林苏正清委员提到 苏正清委员提供一个资料 就是说不只是 强冠连统一都跟日本进口猪油 半年有一千公顿 那你自己统清 就是统一的子公司 你自己就制作猪油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强冠买 然后第二个 强冠跟香港我刚刚讲的 宝源 他们买工业用的猪油 那你偏偏统一也跟北海油脂 也是跟同样的来源近 如果按照我做一个小老百姓 我也没有任何诋毁之意 一再的有委员 他这个事不是在脸书写一写 他公开的咨询 为什么卫福部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卫福部不是讲 统一没有问题吗 没有 他不敢讲 他夹杂在27家 我看一下那个27家 卫福部公布的 叫我们244 他有讲统清没有问题 他有特别为他澄清 而且统一在我们桃园油场 我们也非常关心 但你刚刚讲的过程当中 我看这一次 从抢官一路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油的问题 不是只有台湾自己的问题 我们包括跟香港跟越南 甚至跟大陆 它是一个跨国之间的互动 所以你讲说那么多油到底去哪里 也许这个油不是销在台湾 可能油也外销到其他国家 我们无法去解释原因 但是卫加这一次离开台湾 真的是不对的事情 不管你刚提到蒋壽美林 或者是阿炳有什么样的计划 你记得2000年 这个国民党败选的时候 有人讲说李登辉运很多美金到 这个美国去 最后虽然查无实证 但是真的信者很信 不信者不信 这个事情一样 卫加他如果真有事情要办 你这时候不该坐飞机离开 你可以买任何一家航班 坐头等舱都可以 你这时候这样做 这个事情很难让大家相信 你没有任何问题 也许真没有问题 但是真的会让人心动 社会观感 我来补充一点 大家刚刚讲说 停机坪一个小时七十几块 大家记不记得 台湾以前是没有四人飞机的停机坪 这个松山机场去画这一块出来 是马政府上台之后特别 那时候说为了两岸的台商往返方便 这要便利这些大生意人 那现在看那个湾流一价现在的标价是 我看报纸的 因为我不知道价格 两千五百万美金 大概就是七亿多的台币 四分之一 三十出一四分之一 七亿五千万 七亿五千万台币的东西停在那边 而且还是机场 一个小时七十几块 那我们就回到说因为这个政策 这个让私人飞机能够停松山机场这个政策 只有十四几年而已 当初能够停这个机场的都一定是财团 能够使用私人飞机都是财团 为什么价格要定这么低 所以这个就是选民一定会有相对的剥夺感 为什么你们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要把这个飞机的停机的时间 的那个钱设定的这么低 那要比较看看 因为我们各个大航空公司 是使用机场也有使用机场相对的费用 他们的费用 如果当然要等面积下去换算 有这么低吗 如果不是的话 人家会质疑说你是不是对这些大财 其实我补充一下 我在去年的时候看预算书 我说实在的 我看的非常难过 因为我们很多蚊子机场蚊子系列的 对不对 我当我看到我们政府就是马政府 他还花了预算 已经够用的那个船物就是码头 停靠给那个有钱人 停靠他的这个船物的船只的 结果后来又造了三个 铁定成为蚊子 蚊子码头 这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看起来我很激动 可是我说实在的 这个就是预算书写的 蚊子系列还不够多吗 为了这个有钱人 不过他游完回来 让靠一下 然后租金很低的 就是搞这些事情 我也觉得这一次 真的是 也不晓得是不是这个 这次人民站起来 可是还有些有钱人在帮有钱人 有权的人在帮有钱人 比如说最近有人不断地提到 哎呀我们要考虑 顶薪16万员工啊 我们也顶以后 10万人没工作 才怪 讲出这种话的人 就是故意扭求 你们过去怎么不关心 顶薪的员工福利啦 或者带预啦 或者他自己的油呢 为什么叫财怪 顶薪我希望他的股价 一直跌跌到灭顶 两块钱三块钱 你认为有没有人会买 这顶薪员工会没有吗 那个中央民工 没有人要吃油了 你以为原来顶薪的市场 这么就没有人要了 就说你 就是有人要故意 要用一些恐吓的方法说 哎呀你们不要伤及无辜啊 这就是替顶薪为事嘛 所以我是觉得顶薪啊 现在完全是靠人民 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可恶到这种地步 你也知道 我不是这一次在对点心家讲 我已经把他们为家 改了个名字的东西 已经快半年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一次人民总算站起来了 因为那个气氛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而再 再而三给他机会 可是他即便面临收押 他还在说谎话 他还在为自己辩驳 他在危机处理他的企业 不是危机处理人民的健康 所以这个就是 他没有认识到 台湾人民不能接受这种企业了 你如果一家越早退出 你的员工 你的顶薪 就越可能被 就被救起来 伤害就越少 你越在那里 还在救钱 还在救企业 还在救自己 人民就要想办法 用那个人民的浪潮把它淹掉 这整件事情是会不会对国民党 尤其你说年底选战 对不对 所有的在执政的氛围 像刚才光旧一直讲说 因为当人民对于特权 人民第一个对特权 第二个对于有钱 当然有钱没有错 但是对于涉及到 有没有为父不仁这样的情形 总是会有很大的反感 要是刚才讲 人民站起来这些 会不会把执政党 跟这些所谓的有钱 然后又做了这些事 会把它变成某种程度的连结 对执政党来讲的话 会不会就很不利 当然了 包括在野党 包括一些民主也都会 有钱只有跟国民党在一起 从来没跟民主党在一起过一样 这次选举 摆明的也很清楚 一开始打了就打权贵 就打了就贫富阶级之战 我觉得这也是对 我只能这样讲 从没个执政党来说 在野党用这种方法 虽然我们不苟同不认同 可是它确实是个战术 也是个战略 对我们来讲 我们只能这样说 不管是在野党或是执政党 跟现在的企业家 跟所谓的穷肯百姓 他本来都该站在一起 只是人民 尤其是那种普罗大众来讲 他的感受 其实是蛮直接的 他会不会说 看到这个财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东西 其实不是我拿出来 刚拿出来 刚才是回应光秦 不能只能说 好像只有 什么连战家 跟他们站在一起 这都有 可是这种东西应该就是说 这种状况 我们今天是因为执政了 我们当然要买单了 我们要买单了 可是我也要这样说了 今天的国民党 碰到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们来说 做一个明代 我想包括学生一样 我们当然希望的是 执政的这些行政团队 要拿出魄力 我们这么多年 马振宁就是被他讲成 就是我们的马团 就是滑滑 民间说法是 跟他麻烦呢 把民间拿来我就不说了 跟他麻烦呢 真的 我们也感觉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 就像那次 上次我们也讲了 第一个是全民抵制 那我当然想 那个我还给一点分数 给马总统 因为好歹 国家元首都是要全民抵制 就是要全民抵抗 表示外务 当做外务来看 可是后面来一个 我们要成立 食安办公室 我也听着说 我也觉得有点消 气都泄了 我说这个是十分了 对人民来讲 他管你什么办公室 现在是最大的来源 第一个就是食安 现在要告诉我们 还会不会再报 我是不是还在吃那个 莫名其妙的油 又还是中毒 那第二个是 那你告诉我 什么油我可以放心地吃 就没人命要的是这个 那你政府如果说 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很斩金切地 告诉人民 那当然是实质 这点我们一点不逃避 那只是 我还是要这么说 这件事情就 拜托 就是跟蓝绿无关 而且跟执政有关 执政今天虽然叫蓝 可是也敢讲 管他蓝绿嘛 人民来讲 反正阿扁执政 跟马英九执政 有什么差别 对我来讲说 必利于我和友真 我就要过得安心 好 跟执政有关 这一点我就要接了 今天有开国安会 我真的巴不得 他们讨论一些具体的东西 来回复民众的消息 他应该这样做 说你现在可以丢出去 叫他今天开国谈什么 好 我举例来讲 请问顶薪 人民要呼吁要抵制 我做了 我们人民只能做到这点 就不买东西 那你政府呢 你也抵制 不是吧 不是你马英九 也不买顶薪就够了 你马英九有多少 手上有多少手段可以做 对 你的银行可不可以 就是说 99%的贷款 你可不可以说 我一般正常 七十 八十 那你就要抽掉百分之二十嘛 就要顶薪补啊 现在没有八十了 七十我都不同意 那七十不同 所以咯 你政府有多少可以抽银根的 101它可不可以抽 可以嘛 它是不是又是 拿了那个钱 拿来股份 百分之八十九是质押的 所以了嘛 那是不是应该抽 这个政府可不可以做 政府有多少手段 我就不要一一列举 顶薪当时靠它的特权 靠它的地位 获得今天这个地位 那你政府现在要不要 跟人民站在一起 开始正常化 面对这个公司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跟着人民一起喊抵制 谁会相信你 这个政府是要处理的 OK 好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晚上 马中 第二度 再一次为了石安召开 火安会议 刚才大家都在讲说 在这个节会上 政府能帮民众做到一些什么 魏英冲压了 压了以后 那杨老师刚刚也回应了 我刚前面说讲 那魏英冲压完以后 灭顶行动是不是就结束了 或是那些员工会受到伤害 OK 好 那杨老师的意思是说 反正一定会有人会接手 只是不是让魏家还在顶心 或还在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 可是政府在这个节会上 除了跟大家一起说抵制 上一次说了一个大家的抵制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石安办公室 那再来呢 大家就看到中间虚惊了四天 蹦了一个南朝的事情出来 这一次再开国安会议 能够拿出一些 让民众觉得 对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政府吗 来 怀轩 好 看来这国安会又要来了 上次的国安会议 是在10月13号的晚上 马上老师第一次召开了 石安国安会议 那么大家真的安心吗 因为到了隔天的时候 就叫江葵在立法院打巡时 告诉大家 接下来可能会有不少 对食品厂商约谈 风茶 追气 以及申请羁押 所以希望民众对阵痛 要有心理准备 好 那么到15号 这一天就看到南朝 它这个油呢 被人说是疑似混了 这工业油 大家虚惊五天之后 19号这一天 就看到食药署 告诉大家 检验是合格的 南朝的产品呢 可以重新上架 而接下来你就看到 到了今天晚上的马上 是二度召开了 食安国安会议 大家真的安心吗 因为到星期三的时候 食安办公室才会挂牌运作 那么到底能不能安心呢 因为到现在 还要问喂爆弹在哪里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10月9号这一天 大家都还记得 邱文达接受媒体专访师 告诉他说 除了正义食品之外 还有两家尚未曝光 好 14号这天 就有立委直询说 到底还有没有喂爆弹呢 江回当时 他打使他就说 在我的认知里 所谓的喂爆弹 就是将来可能会被揭发 是不法的食品厂商 这些既有的厂商 但是现阶段呢 还没有办法 有充足的市政 把他们绳之以法 或者是进行侦办 我称之为喂爆弹 确实是有可能 会有一些其他的厂商 在将来 一两个星期之内 陆陆续续会被揭发 而到15号上午的时候呢 行政院官员还正直说 难瞧啊 就是江回所指的 喂爆弹之一 直到17号这一天呢 立委就直言说 曾经提及这黑金 有喂爆弹的部分呢 江回就回答说 我没有这样讲哦 喂爆弹的说法呢 一直都是我们外界 所使用的名词 外界把追查当中的对象 成为喂爆弹 这我们尊重了 所以喂爆弹都是我们讲的 对我们讲 其实不是张回讲的 因为后来讲 没有讲过喂爆弹 但是前面你把词 再回头去看一下 而且还定义 做解释 所谓的喂爆弹 什么叫喂爆弹 然后现在告诉你们 没有 我没有讲喂爆弹 这都你们说的 好吧 我只是尊重你们 然后用了这样一些词 可是我也不知道 看到这个以后 如果把字眼再往下看一下 确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厂商在将来 一两个礼拜 这天是10月14号 对 陆续会被揭发 而且前面的揭发 如果照上一次的国安会议完 以后是礼拜一 然后第二天礼拜二 江回就在刚才那里头就讲说 要有心理准备哦 会有人被追弃 会查封 会被鸡压 什么都来 然后这里面说 一两个礼拜以内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礼拜 大家还要等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 关起 大家现在都在 就是政府的官员 就不断告诉你 有微包袋 然后呢 马总统就要开国安会 国安会当然目的 就是要拿出一些作为嘛 那作为总不是真的只是 丢了一个微包袋 或是有人正面解读 上次要不是开完国安会议 不会有13路兵马齐发 魏冲你看 一个礼拜就压了 其实我们政府 他每一次 他都是发动千军万马 但是没有办法 动敌人一肝寒猫 那我换算起来 就是说没有办法 动一桶油的 寒毛 对 以及没有办法 动一匹奸商的寒毛 所以我们就看到 当初白玫瑰上街头的时候 马英九又有老招啦 他就另外成立一个 连政署又挂牌 揭幕对不对 现在又来了 原先我们就有政府 原先我们就有卫福部 原先我们就有消保处 原先我们行政院下面就有 食安推动工作小组 我们政府食到哪里去了 现在还要另外成立一个 食安办公室 然后跨部会 以前就每一次就跨过部会了 上一次强坏事件 再上上一次大捧事件 跨了好几次部会 而且说我们这个政府 不是每天来道歉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咖头都不够 我跟你讲 食安汇报 我们常常讲说 我已经从出了市里面 还在挂委员 零零种种 你们还有GMP啦 你们有没有脸啊 GMP还存在 你们要换包装 你们就跟那些奸商一样 一出事换了个包装 还想继续瞒天过海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不不不 可是这整件事情 如果刚才讲 称伟 民众要的 姚老师刚才一直要求 就是那你拿一些东西出来 上一次国安会 说实话 你说最后出现的几个结论 一个就是全民抵制 然后全民抵制 被姚老师一直在那边亏缩 那是大家在抵制 你只是跟着大家走 然后接下来食安办公室 食安办公室从上 我们就讲老百姓 时秘时为天 怎么等得了 还要等到礼拜三 现在还在组织 大家还在调人 还在什么 然后礼拜三还要去挂牌 甭挂牌 挂牌不重要 而且没有法源 没有法源 好那大家就要看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就再开 难道上一次开到现在 中间有很大一些差别 有 卫充压了 就看到这样 我觉得朱立伦真的不愧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很快就可以在一个事件当中 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 他谈到的事件 他只有六个字 第一个就是官道老 官道道 罚道道 OK 他想得很清楚了 然后他自己这次选举 他就讲他的选举 slogan就是DOER 就做了就对了 你政府再去想想 很多新的开始 也比不过 你现在就是当场 做给大家看的那个态度 最重要 是 然后这个卫报单 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讲 也许当时 江院长在回应 委员的质询的时候 确实那个卫报单 是来自于林淑芬 跟陈希迈讲的 但是我相信他那时候 大概对南桥 有些掌握 对统一有些怀疑 可是后来发现 南桥打错了 南桥确实 他有便宜形式 他可能取巧 但是他没有进 那个非实用 要进来 他打错了 那统一现在又说 统期没问题 我跟你讲 卫报单已经拆完了 因为 拆完了吗 因为你在拆 一定不会超过抢冠 超过顶心 大家认为 卫报单要很大 一定是要向南桥 请问委员 如果今天开完国安会 明天如果立法院 假设有委员 如果直接质询 又问院长说 那你能够跟大家保证 接下来没有 卫报单吗 他一定不可能 做这种保证 因为这个 新的卫福部长上任 蒋米黄就讲说 石安这个问题 油的问题到月底 大概就结束了 我相信 这个高峰期 就是锁定南桥 跟统一没有问题之后 大概市场上 大的占有率的公司 大概没有 大家就可以放心 我相信 大概趋势这样走了 那大家就虚心一场 再讲卫报单 睡在卫报单盘天 不是好事 而且天天要跟他睡在一起 是啊 很辛苦 然后现在就发现 等一下 光玺 是 所以没有卫报单 大概都已经清完了 邱文达干什么吃的 他干了是历任 那个所谓的卫福部长 里面卫生署 我们也是改制了 卫生署到卫福部长 他是干了最久的一个 他都说 还有两个 你这是刷我们吗 他讲的大概就是 南桥跟统一 我们打赌看看 大概就南桥跟统一 你太笃定了 谁说南桥 没有问题 我们检测检测得出来吗 谁说统青没有问题 那是教育美 公开讲的 但是过去 我先插一句话 连教育话都讲没有问题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应该不是南桥 是不是统一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南桥这件事 上礼拜爆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 卫福部讲说 那不是他们主动 那是桃园县卫生局去查到的 可是第一个 时间 邱部长这个比那个还早 第二个 邱部长那天专访的内容 我们旁边可以再打给大家看 他讲说 而且他们这两家 就一送检调侦办 南桥没有送到检调 没有但是 现在他们就不知道 到底是谁 卫生单位 现在中央跟地方 自从抢外事后 就变成中央跟地方 互动蛮好的 他有怀疑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通报给中央 所以卫福部有一定的 三个掌握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讲说 送检调侦办 但这件事情没有到检调 我来讲一下 其实你今天讲 有没有卫报单 民众第一个质疑就是说 好了 那你这个大幸福从越南进来的 这个刚刚讲的 这么多 四万公顿跑去哪里去 如果你这些油的流向 不能够很清楚的 跟民众做个交代 清楚的跑 这些油哪一部分 跑到哪里去做了什么 哪一部分跑到哪里做了什么 而且统计结果 total是跟进口的全体的数量 是一致的时候 你这时候再跟人家讲说 没有卫报单 人家会认为说 你政府没有真正查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既然现在的政策 都要溯源 那你是不是把过去 进了这四万多公顿 到底流到哪里去 无论你说它是飼料油 或是说工业用油 它到底去下去哪里 走到哪一些厂商 然后哪一些厂商 做了什么样的做法 都要进去之处 有一个交代之后 稍微民众会会觉得说 那至少越南进来的 这一部分是交代的 南桥不是从越南进的 南桥那个牛油 是从澳洲进的 那这个其实我也是 因为这个社会的信任度 现在不够 你跟我讲说 这样就交代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不是将近将近的 刚才来宾一直讲说 政府能够给民众的信任度 不是这件事情到现在 你至少要先把这个 全部都交代完 才会初步回复啊 说原来过去进了 这多出来这四万多公顿不见了 至少你现在知道它在哪里啊 那如果连它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就跟民众讲说 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 而且那个跨部会这个讲法 我觉得很好笑 以前就是 行政院就有一个食安小组 那召集人就是副院长 副院长反正就跨部会了 行政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是跨部会的嘛 所以你现在跟人家讲说 我现在成立一个 食安办公司要跨部会 这个对民众没有说服力啦 你还是要把你这些 基本工作好之后 能够稍微恢复一下民众 如果要怎么样能够恢复新任 譬如刚刚讲说 新任的卫福部长 不就讲说大概到月底 应该差不多状况 可是大家如果印象 还很清晰的话 邱 邱部长下台以前 他就讲说 他的任务其实 算是功德圆满的意思 因为架上已经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不合格的东西 然后到了9月15号 是食药署出来讲说 OK 从今天以后全部OK 所以才会出现 23号院长在达巡立委的时候 才会说 因为正义就在架上 前面15号才说架上OK 他们能自己打脸 所以出现这样 那再一次出现这个 我不晓得 黄老师 就算再跟你讲OK了 不过我觉得政府 现在要做的事情 刚刚他讲追查邮员 可能是一个方法 但我觉得我认为对人民 最安心的是 台湾现在不是只有 那四家大厂 还有很多私人烈油厂 OK 我觉得政府应该配合地方 把各地 尤其像那个嘉义 听说嘉义啊 还是什么 很多地方 嘉义云林平衡 都有 都有很多私人烈油厂 我觉得政府应该 全面彻底清查 不是只有四家大厂 吃到油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很多是吃那些 搞不好是品质也很差的油 我平常讲 因为国安会 国安会议 它应该算是发生重大事件 或什么 一定要召集召开 OK你说召集国安会议 可是 我不知道上礼拜一开完 到现在 为什么马上要再开一次 当然要凸显 黄光琪 你不能不承认 你凸显马政府非常重视事 不 这都是假动作 这不是假动作的 瞎忙 你不是说 我成立一个办公室 我开个会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们刚刚也有讲 你告诉我哪边有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新上任的 蒋炳黄 他开了一个会议 今天开了一个会议 叫什么会议你知道吗 劣质猪油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现在是劣质猪油吗 我们都制造工业油了 你开了会的 这个迷目就不对了 你说还开什么会 还帮我们制什么食安 什么当作救灾一样 灾防法 我跟你讲 这个机关是个小三 就跟管兵林委员所讲的 你用的是一些什么办法 我现在其实 好对 什么 什么 触物规 规则 触物规程 触物规程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中央行政机关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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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它的主成 对 你如果要这样搞的话 你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法源 你看人家 我们刚刚讲 其他国家怎么弄 中国大陆 对不对 我们虽然做不到 那个德性 但是为什么 你这样搞一个 急救账 而且是迭藏价屋 围刀建筑 体现你马英九什么 你还是找不到问题 现在我想 这个行政院有光情监督 我觉得倒是好事 这件事情一直延烧到现在 对联盛文选 就没影响 它找你影响大了 影响大了 不满讲 我现在可以对一步 我可以公开说了 本来在我们制定部 包括 柜台做的民调都已经做过 我们大概9月底前 应该有机会黄金交叉 OK 但是 连续的时间抱着这两抱 每一次我们的滚动式也看出来 所以一抱出来以后 我们又下来 然后再 大家再努力吧 又上一点的时候 又下来 确确实是这个现象 那当正也很清楚嘛 对全民来讲 每天吃的东西吃到新的华 发现都抽的都是 好像都是毒 然后你们又是执政党提名 所以就把执政党的账 全部都改名头上 当然一定是我买吧 因为谁叫我叫国民党 可是我也愿意接受 因为这本来不对的人 我们是要承担 其实这段时间 我另外说一件故事 很多的母亲在台北市 我们孩子的 过敏体质的孩子 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 那有很多 你看以前老年病 你看现在都发生了 所以这段时间 民间的谈法 大家都想 现在想来想去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大案 本来想不通 大家这样 每天都吃这个 吃这个有的没的 因为 累积在身上 你刚才前面的那种说法 说你们九月底以前 有可能黄金雕杂 但是一发生一件这种事 就被打下来一些 然后你们再努力 又被打下来 显然这种说法意思就是 在中央执政之下 这些你们要帮中央买单 但是姜英华在前几天讲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地方候选人的特质 那是自己的问题 他意思就是说 不要砍抓到我 黑龙领导的事情 会变成是你们 圣货他搞不好 只是嘴巴没讲 那你们一直在打权贵问题 人家这次那个也是 你们问题比我还大 干嘛扯到我 这个真的 因为这样说 江院长如此说 也是要替自己 也要为过面子 但是因为我们在选举的地方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联盛文他还是经过了 国民党党内初选过关的 所以很清楚 这件事情 对联盛文来讲 至少在台北市 他是国民党内 目前是最优的一个 说他出现 好 他的个人特质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这可能你要火旺 教授都应该清楚 权贵那个标签 是开始我们也知道 说这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认为说 我们也有说法说 权贵 台湾真正的权贵子弟 就是蒋经国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历届的五任总统 到现在 每一次历次的民调 蒋经国对全民的 对他的满意度 都超过70%以上 那很奇怪了 这全国主席 照理讲 他还不要经过初选 连事务还经过初选 所以意思不是身份的问题 那今天在我们地方上跑 老实讲 就像石安 我慢慢讲 我们想去拜票 想跟他说 请你跟他谈 拜票是 大概先回准 跟我们谈 他到底现在油 就被这样改过了 你都要加油了 我说一下 候选人个人特质当然有关 譬如说 一样是国民党执政不好 可是朱立如的民调非常高 可是江宁华讲那么话 是完全不负责的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如果一个候选人 本来就有点脆弱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然后你说你中间执政不好 对他没有影响 怎么会呢 像朱立如可能是身强体壮嘛 所以你给他吃点不好的东西 他还撑得住 可是如果 如果联盛文本来就已经落后 你跟他讲说 对你没有影响 这太不负责了 可是这整件事情 影响更大的是 刚好这次蹦出来这事 我不想这次蹦出来这件事情 光姐 因为又跟 顶心 然后呢 你又讲说权贵与否 因为包括刚刚大家讨论飞机 或什么 对一般老百姓 谁能够有飞机啊 是吧 所以又被卡上这个 对联盛文来讲 会不会就更吃亏 其实如果有一个靶的话 他正中靶心 是因为 你看 顶心TDR那个事件 你一摊开来 其实里面 指标性人物 就是连加班的人嘛 那虽然他后来反转 用很重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手势 去打击马政府 甚至要叫 叫这个江一花下台 可是你不能够撇除啊 其实就是顶心TDR 再加上先前那个精卫事件 以及马英九 他的这个大明王朝 存在跟大连王朝 这种加成负面的这个效果 你知道那个多么剧烈 况且我们的政府 办一千块的演讲费 很厉害啊 发动千军万马 然后努力去办啊 什么武器都拿出来了 但是呢 却对于顶心一再的重放 那你看 又连接到这个中国大陆 卫应行跟银眼梁在的时候 往往至少有五场 连赛先生也在 我找到一张照片 连赛文也在 他竟然可以公开说谎说 我不认识 我没有公益也没有私交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回避问题 这场选举在台北市 是一个金融国的选举 很明显 他就是金融国的代表人 我先讲这种 就是说其实 我倒不觉得说 连家跟鼎心有交情这件事情 会造成他今天选举不好的原因 我反而觉得事后的处理不当 也就是说 阿基斯也说 那个魏应聪是魏董 是我的偶像吗 可是你害了台湾人民 我就要骂嘛 所以我觉得 连赛文不是也出来骂吗 事实上是连赛文家 团队在处理这件事情 处理的不好 他不能一开始在讲说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对不起 当你讲你跟他没什么关系 人家拼命挖你的关系 你应该说 即使我跟他有关系 他让台湾人民吃 我当时不认识 不知道他是黑心伤人 我现在知道了 我还是要反对他 所以他应该先讲说 即使我跟他有交情 但是他害了台湾人民 我出来就是为台湾人民着想的 所以我说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对 倒不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交的朋友 有时候后来发现是坏人 你不能说 我曾经交流过坏人 我就是坏人 不是嘛 先让他回应一下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说了 台湾现在我觉得 有点变压 我觉得好像 我们还真的回到古兽去了 今天候选是谁 是连圣文 他应该不是连藏 这应该很清楚 连圣文跟魏英聪 有没有交情 其实很清楚 因为圣文基本上 跟这些所谓老一辈的人 其实来往是比较少 我们也很清楚 好 今天是大家是 今天是叫做铺天盖地的事 因为你的爸爸 你的家跟什么很有关系 所以你该死 这不合理 今天我们中国 已经是个民主国家了 负债子偿的事情 都已经修法掉了 现在是父亲跟他有交情 但也不表示他父亲是罪人 所以好比说 我们也就常常 我想几位有选举都有经验 我们常常会去帮人 做这个所谓的证婚人 那个当事 我们有的时候 还要拿那个纸钞 还要记得 因为迟带不认识 我差一句 可是这样的选战策略是错的 就是说你在那么短暂的时间 去说我跟他没什么交情 这绝对不是正确的策略 这个我想这点应该也回应 我回应好国王老师了 他本来就是政治素人 OK 他本来就没有那种 所谓的风波的宣战的怀疑 对他来说 那个事情是 你还拿了 堵的麦克风 问他的时候讲的嘛 OK 所以杨老师 我们就看到这一整个 这十安风暴 这就像连柯这两个支持度 因此就拉开了吗 其实都是稳定的嘛 那你先讲说九月 如果不是这些事 还没有环境交叉了 我不晓得 因为我没看到点心那个民调 因为我自己知道稍微有一点点浮动了 OK 可是差不多都是十二十三 大概都还没有真的拉开的话 应该拉开要二十才对吧 所以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看到 有指标民调 指标民调最高三十最低二十差距 指标民调 前几天的指标民调 那我倒不知道了 因为我确实觉得 那个差距一直还好 就在十三十一 这样在中间这样子走嘛 现在又回到十三 那我是觉得第一点 这个连声文自己 自己的战略自己思考 我当时我在这里至少讲过五次 我想学生都听到 你自己回头拥抱大明王朝 这个我多次讲到 这是你的选择 你如果愿意 你如果早期你不去报 你继续讲你的丐帮大明王朝的进会地 我告诉你这次绝对惹不到你 而且人家也觉得你对于中央也有批判力 这一次对于市民安全你们都有批判力嘛 可是为什么连声文献批判 人家就不着力了呢 因为你自己回头就重新报过 这个已经没有正当性了 这是他自己的战略选择 这实在不是 不是比 更何况 你知道我再插一句话 他要将一化下台 然后马上又说口说 我让他再考虑几天 我就跟那个幕僚讲过 我说打仗是错了就要错到底 当你在班师回朝 你已经失去一大块 所以我觉得 我其实觉得 这种策略 我要这样说了 其实媒体报得也很清楚了 他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叫江一化下台 没有这样说的 他当时问他是 他回答很清楚 那个意思 如果还在报 或者提不出具体的话 那他 如果我是他的话 因为人家媒体是回应 蔡正元的讲法 所以 媒体都很清楚了 所以 所以 那个顶心的事情 其实我们没有讲过一句 我们从 尤其可比讲的一句话 还替他还家了 说那个TDR的事情 好几个人 好几个人买 不要 又不是他连家一个人买 你看 他连这话都讲了 我们 我们啥都不要说了 他有补一句话说 MG149有400多个 所以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表示这个事情 就不要去 不要去钻缝嘛 我们不会见缝 插针 你们的朋友们 包括你们的所谓代表 继续在讲 这怎么没客气过 我的意思说 我跟科皮 除非你可以代表 所以我的意思说 可是 其他这方面 都要说的心 可是为什么 民众会有这个印象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看看 我自己的脸书 也好 或者网络上 不断地po来 就是说 事实上 顶心的归于返乡 是蛮久 任内很大的一个政绩之一 他出包 马到现在不晓得怎么处理 他现在原来 因为原来觉得 哇 这么大的企业 回来应该造福家园的 结果没想到 不但没造福 还搞了这么一个大纰漏 中央政府已经很难援 这个政策了 那不难不难 其他规于返乡还是好的 我知道 可能这个政策 不对的是就好 不对的是就好 不对的是金鱼 不见得其他的 鱼回来就是好的 还有很多要检验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这些都是连贯的 今天并不是一个小的事件 而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我很早就讲 中央跟地方 尤其台北市 它不是因为台北政绩 中央政绩 可能不影响 南投地方选举 可是它一定影响台北选举 因为台北市民 是跟中央的政绩连接的嘛 所以你连胜文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 像史安的问题上 虽然它到现在为止 虽然是呼应民众的 可是它完全没有提出 很吃钱的 比民众更钱的像 伊波拉 我一句话讲完 这伊波拉现在没来嘛 可是你觉得 你看我们已经花时间 我们已经花了两天半的时间 在内部讨论 找了以前的什么 李明大 我们就听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们先做预备 如果我们有 我们作为候选人 该怎么反应 然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这个就是说 你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先有预备 这是考验 候选人的执政能力问题嘛 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不要 当然这件事情白预备 没关系 我们就在浪费时间 可是每一件事情 它发生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是候选人本身 你自己可以原谅的 你自己可以计算 我来回应一下 姚老师刚刚讲 其实跟我的一贯的想法 都是一致的 我跟他在这边 也讲过很多次 今天台北市民 大家去感觉说 台北市民需要一个 什么样子的政府 我认为改变这件事情 对台北市这次的选举很重要 那连胜文回头再去跟 这个马英九这边 bodybody的时候 原来人家期望 他改变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丧失了 或是减少了 这一点是他选择 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要回应几句 我跟你讲 在现在这个时代 讲得好听 不见得有用 就像刚刚学生讲说 朱立文讲得很好听 罚到倒关到死 他做了吗 所以光是在那边 嘴巴上面讲得很好听 就说我这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他有验证过 验证在哪里 新北四言不是没有 你等一二九就知道选票了 不争了 一二九选举是 选举是一回事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观念 我认为台湾的表演政治 真的应该要尽量减低 像我举个例子 说在动工这个淡江大桥 结果淡江大桥的笔图都没笔完 然后现在被质疑了 说没有 是我们对于台北港的外环 联络大 那一部分去动工 那你是前在媒体上讲那么大声 说淡江大桥要动工 我只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说表演政治 表演政治不要这样子 我在淘湾县政府做过了 最起码朱立仁开的政见 都有做到了 我像新北四台会做到 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台北选情 柯P他的选票在网上升的瓶颈 已经出现了 现在是连胜文 他自己选票没有呈现出来 所以连胜文现在应该要去回想 我怎么样把我的选票激发出来 不要自乱阵脚 那第一个蓝营的团结 你应该做到 第二个 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第三个 连加从他爸爸2000年 被攻击到现在为止的权务问题 经过14年 为什么回应都没有进步 从我做他爸爸的发言 到现在为止 怎么回应还是如此的差 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如果你想获得选民的支持 你真的要打动选民的心 好 这场选战其实是众所瞩目 但是大家更瞩目的是 今天两个礼拜 两度的国安会议以后 明天大家早上起来以后 是不是到每个地方吃到游 都是让你安心的呢 这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 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 追追追